李永俊氏 李永干不动了 最后直接用消失于世界宣示 再也不干了 李永为何在生前 隐瞒自己的病情而不公布呢 对此 有媒体和网友认为 看男时期隔月 打癌的时间可能更久 这个过程一丝丰盛没有走漏 之前在美国被看到 还被骂老狗就走 现在知道了 不买惨不叫苦不解释 不搞重病消费 悄悄抗争 慢慢退去 渐渐被遗忘 一句话也没有 再来近视去世 都不允许留给世界最后的资坛式挣扎 这挺酷的 也挺让人难受的 所以 大家认为 李永的沉默是一种体验 但对此 娱乐圈及节目书记 在肯定李永生前相关成绩的同时 又很不客气的对程 体验个 屁 10月30日 宋主德巴文称 李永体验个屁 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 死于美国 藏于美国 死就死了 值得全面倒面吗 最主持人理念 李永的水平属于中等 中国很多科学家 越是世事 媒体和老百姓都不关注 价值观如此扭曲 国家前途在各方 宋主德巴结极衬 古反英雄村的世界越来越冷了 主流媒体激起雅火 几乎都不报道村 而网村身上泼放水的自媒体 越来越多 孙老师越来越孤独 这就是英雄的结局吗 对此 你怎么看